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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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越低了 15.3 我要到13度了 繼續往下 這如果抬骨的話應該瘋掉了 嗨大家好 歡迎回到超人生少年 冷受高溫冷受太陽 在沒有冷氣的動態下工作 這是一個很稀鬆品嘗的事 為了體恤這些沒有在冷氣房工作的朋友們 我們今天總共會拍攝7種 價格相差20萬倍的人體降溫方式 在開始之前我先把冷氣調了一眼 要解決熱就要先認識熱 會感覺熱就要了解熱是如何被傳遞的 我們在國工課本有學到呢 熱有三種傳遞方式 一種叫做傳導 第二種叫做對流 第三種叫做輻射 而熱的特色呢 就是從溫度高的傳遞到溫度低的地方 也就是說呢 當外面的環境的溫度比你還要高的時候呢 我們的身體溫度比較低 你就會感受到熱 因為熱是他媽的一直衝進來 你媽的鬼男趴會啊 你看我熱到我的杯子都流汗 我再把冷氣調低一點 好那在我們測試第一種方法之前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自己的體溫 36.4度 好那第一種不用錢的方法是什麼呢 是不是很可怕呢 當你在重新經歷一次公安意外的時候 人類的情緒系統 情緒系統 情緒系統 人體的情緒系統呢 它會影響到你的下四秋 這個時候呢 你的人體機能呢 就會導致你的心跳加快 你的血壓會上升 當你的自律神經一不穩定的時候呢 就會瞬間導致你的皮膚溫度下降 下出一層冷汗 這個方法 希望大家一輩子都不要用到 畢竟免費的最貴 好第二種 第二種 台中涼茶 羅式秋水茶 身為老台中人 跟在所有工業進行過工程的朋友們 你一定都喝過 當中含有 薄荷 橙皮 山橙 仙草 苦茶等成分的涼茶 我們來喝看看它感覺怎麼樣 通常老台中人呢 就喝這種鋁帶裝的 通常檳榔坦泥都買得到 只要花22塊 有喝完現在有點涼 要不好 晚點會不會老曬 飲食會太多 好下一種 薄荷棒 79塊錢便利商店你都買得到 它大概的型態就是像長這個樣子 薄荷呢 從中醫觀點來看 它都有提神醒腦 清涼退火等效果 但是呢 過度吸食會導致你的皮腔黏膜受損 所以請各位朋友盡量不要過度吸食 大家可以在路邊 有看到這個東西 它叫薄荷葉 路邊的野花不要採 路邊的薄荷葉沒關係 依照古早的方式呢 神龍長白草 薄荷葉呢 你都可以輕輕鬆鬆把它拔起來之後呢 吃下去 把它剝水 吃下去 吃下去 然後吃下去 真的嗎 我沒有洗耶 家裡沒洗 朋友呢 記得先清洗過後呢 然後把它 可以加在你的氣泡水裡面 歡迎氣泡水的挑戰 找我們葉配喔 有沒有 你看裡面這個淡淡的薄荷葉 在你的裡面跳動著 你看我前面這根 這是冰棒 這是冰棒啊 這是冰柱啊 對要測試一下對不對 好來 沒什麼用 沒什麼用 79塊 沒用 成效0 經理啦 畢控娘而已 好接下來進行下一種 200元上下 冰絲繡套 我相信各位在外面 長期工作的朋友們 都非常常見 當你有這種繡套呢 把它套在手上 第一個 除了造型之外呢 它可以擋住 太陽光的輻射直接照射在你的手上 總而言之 重點就是它能夠降低你的體溫啊 所以你看到一般的澎湖人 他在澎湖的路上 他都是全身抱著緊緊的 或者是阿拉伯人 他們全部都是 抱著緊緊的 並不會把衣服全部脫光光 然後在那邊曬 脫光光的時候 只有你在第一時間 你會感覺到比較涼 當太陽越曬越下去的時候 加上你的鹽分 跟你的皮膚的煎烤 它會呈現一種燒烤的狀態 重點是很容易導致皮膚的變變 所以這東西小弟非常推薦 除了你騎自行車、腳踏車、摩托車 跟出外工作太陽下的男人都可以帶 太陽下的男人 太陽下的男人 要不要我寄兩張給你啊 下一種 我覺得我們這集區跳得太滿了 我們直接用價格相差20倍 4000元上下 木田空調湖 這種空調湖呢 在我們工業界 當然也不是什麼新玩意兒 它的原理呢 就是在旁邊 這邊有兩個小充風扇 然後呢 你都裝上他們的電池 把這個電池咧 把它扣在你的腰帶上 我沒有腰帶 扣旁邊 先來量一下體溫 幾度啊 36.4度 36.4度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穿起來 有沒有很像以前那個慢波 City Hong Kong 其實它的原理呢 就是從你的後面 有沒有這兩個地方 然後它會進氣 進氣之後呢 就是把你的身體的溫度灌滿 然後從你的脖子的這個地方 吹出來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放屁的時候 你就會完全聞到 自己屁的味道 還滿涼的 我滿明顯的感覺自己 變涼 測量一下 到底4000塊的效率如何呢 有嗎 這樣多少 3.4 3.4 這樣幾度啊 接近3度 接近3度 這樣會不會很美 外面大太陽大家穿短袖 那你就穿一個 要嘛這個是總市長 要嘛是社長 下一種一樣在4000元級距的 獨熱熱不如重熱熱電風扇 工業時尚小物 米墨奇18V三速電扇 許多的工業工具呢 他們的電池全部都可以通用 然後他們最近呢 不只 從工具界裡面 又跨足到了露營界 希望有一天會跨足到 時尚業界 那以前呢 我們為了要降低它的溫度呢 我們都會在開電風扇之後 前面加一個結冰水 晚上睡覺前呢 把你的水放在冷凍庫裡面 然後呢在你在吹的時候呢 把它放在電風扇前面吹 吹出來就會有微微的冷氣感 或者是呢 你如果覺得一般的結冰水太無聊的話呢 把茶葉呢 加到你的結冰水裡面 冰一個晚上起來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是 冰棒的冷泡茶囉 那我們來實測它的溫度 幾度 3.3 3.3 好 我們現在用結冰水 加上電風扇 有點冷 有點 有點冷 下一週 我們進行到萬元的世界 工業式移動空氣清新機 水源EDA-FLO What is aEDA-FLO? This is aEDA-FLO 這個呢 除了吹風、涼風之外 它更重要的一件事 它是一台空氣清新機呢 按鈕在後面 這樣子 哇 怎麼樣 然後它現在吹出來的空氣呢 因為它是經由裡面的HIPPHA濾網 去過濾出來的 所以可以直接拿來吸 非常的清新 我們是什麼頻道呢 超熱頻道 不是工業頻道 我們身為一個工業頻道 常常的工作環境就是在那個 最嚴苛 最爆炸 最多粉塵 最多空氣危害的環境當中去生存 可能你看著筆電 視訊裡面的那個人是老闆 就已經他媽夠嚴峻了 但是工業男子呢 它的嚴峻的工作環境呢 比前面正在燒之一個 1000多度以上的高溫 你在那種高溫狀態下 你連口罩都戴不了了 更不可能叫你再放過面罩 所以呢 EDA-FLO這個系統 除了可以讓涼風從你的上面 頭上吹下來之外呢 它更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可能過於你的空氣 然後它拿下來的時候呢 你的後面這個軟管它就可以拆掉 所以它的這個軟管呢 你可以拿來套成一般的就是 噴漆用的啊 醫療用的啊 還是焊接用的啊 研磨用的啊 那它有分不同樣的頭套 那就可以把這個管子 然後把它接上去 所以呢 你可以把上述那個 不一樣頭套的面罩呢 跟這種EDA-FLO系統 把它切成一半 我們直接把這套系統 升級到簡配 渦流閥 This is 渦流閥 它的系統呢 你可以想像跟EDA-FLO還有一點類似 不過呢 它跟EDA-FLO最大的差異 就是它需要一台空壓機 而這個渦流閥裡面呢 最厲害的黑科技呢 就是在於是 它能夠把冷空氣跟熱空氣分離 也就是不需要冷媒 但是你吹到的是真正的冷氣喔 真正的冷氣喔 真正會冷的那種氣喔 日本的壓縮機非常稀少 美國的渦流閥更稀少 而這東西呢 學名叫做 鎮壓式呼吸防護具 V100 大約市面上的售價 9000多塊錢 不過它為什麼會被放在最後面呢 你可以看它如此的輕巧 如此的小隻 但是它卻擁有這麼大的黑科技 相對來說 它的背後就需要更多的系統去支撐它 那你要其中這個設備呢 加上空壓機的價值呢 大約要20萬塊 所以說呢 你要驅動這類的呼吸防護用具呢 你後面要必須搭配一台 比較大型的空壓機 像這一類呢 是有乾燥機的無油式空壓機 選擇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上空壓機的壓力跟它的排氣量 要選有70PSI 20 CFM 以上的 而大部分的空壓機呢 它其實在系統裡面 在提供空氣的時候 它畢竟還有一些髒髒的東西 所以說呢 如果你是要使用這種 供氣式的呼吸系統呢 我會建議你在前端再加一個過濾盤 它第一個好處是 能夠幫助你調節流量 那第二個好處呢 就是能夠讓你過濾出更好的空氣 不過呢 在有一件事情上也要非常注意到 就是我們在空氣管的輸出的時候呢 請記得標明 你的這條管線 是空氣 還是氮氣 還是氧氣 還是各種奇怪的氣毒 因為台灣也曾經發生過 有人亂接空氣 結果接到後面直接掛在那裡 再次提醒呢 就算你裝了擴氯盤之後 你還是要去注意 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的濃度 總而言之 它是每天要呼吸到你肺部裡面的空氣 越仔細越好 那你的空壓器的管線呢 接到這個快速接頭之後呢 它會用它裡面渦流法的原理 把它熱空氣往下衝出來 把它冷空氣 送到你上面的呼吸管裡面 那接起來之後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跟我們像剛剛的 ADA4的後面的氣管一樣 接起來之後 把這一端接到你的渦流法 這樣子就好了 那什麼樣的人 適合戴這樣子的東西呢 好比說你骨子太長 不適合戴口罩 密封度不好 第二種就是你的臉部 如果戴一些什麼乳膠 或者矽膠的防毒面罩 會過敏的人 第三種就是你不想要戴口罩 但是你又需要把你的空氣 跟別人的空氣去隔離的時候的人 或者是你每天熱到受不了 在工廠裡面龜壇趴會 你每天都想要量一整個夏天的人 所以它也有區分成 拋棄式的 輕便型的 防禦力型的面罩 都一樣可以用後面的系統 一樣的空壓機 一樣的管子 一樣的人 一樣的夏天 他們都可以戴 好的 注意事項我們都講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接起 今年夏天最浮誇的工業式 移動式冷氣 空壓機OK了 調節盤高壓管OK了 波流閥OK了 頭套OK了 等一下你們是不是應該先量體温 我現在幾度 36.2 來 啟動它 我現在幾度 你的頭裡面是26度 有感覺我屁股在放屁的感覺嗎 有沒有那種屁股熱氣一直在散發出來 我這樣可以在那個軍事裡面那個熱銜巷椅 我可以躲在那個敵軍裡面這樣 可以調小一點嗎 我現在不是量 我現在有點冷 很像那個把整間公司的冷氣 接到你的頭頂裡面這樣 你要再看一次我想要量它那個 整個進來的溫度在哪裡 越來越低了 15.3 哇 到13度了 繼續往下 這如果抬骨的話應該瘋掉了 你看它上面那個管子已經結霜了 有沒有 這個濕濕的感覺 硬帽的好處呢 就是在你工業環境裡面切割研磨 或者是可能被一些東西擠到你的時候可以使用 丟到我身體 我們剛剛塞到衣服裡面下面這一塊呢 黑色還叫防艷布 所以你如果不喜歡的話 你一樣可以把它拆下來 那它的帶的方式呢 就跟我們帶焊接面罩一樣 就是用轉的把它轉緊就可以了 那軟式的呢 適合給化學兵醫護人員 或者是你使用一次想要拋棄式的都可以用 那拋棄式的高級款呢 它裡面有一個像是空氣導流的支架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當你吹起來太冷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關小一點 或是可以把它吹到別的方向 那你的頭不會直接受到冷風的摧殘 這樣 看著它閃心 白色一體成形 往開 像那種太空寶寶 我覺得兩個相較起來 頭盔的比較冷一點 因為它的相對隔熱也比較好 因為比較薄嘛 可能我覺得熱散起來比較快 但好像比較舒服啦 我覺得噴漆啊 做化學那些都是舒服 很秋吧 舒諺的黑科技 他最近又說 沒有說我們已經用20年了 實間工廠裡面有酒瓶都是有空壓劑的 但是如果你的口罩跟房屋面罩你都不戴呢 我這邊就有一個建議 來善一聲 而我們身為一個工業安全的頻道呢 在這邊感謝大家支持我們推動工業安全的理念 所以呢 我們在桌上的這一組 決定送給大家啦 在這種特殊的時刻呢 我相信呼吸系統的防護工具呢 大家都非常需要 所以如果是你的朋友 或你的家人 或你的同事呢 有需要僵持的設備呢 你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們 寫出說為什麼他需要僵持的設備 或是他的工作環境 之類的 那我們就會抽出一位朋友 除非你的官方工作人員呢 他就會派人去幫你安裝到好 免費 總之我們做這件事情 就是希望他能夠真正幫助到你的工作環境 跟幫助你的工作安全 但是呢 如果你讓我知道 你把它拿去賣的話 我就他媽的自己 好了 這裡是超人生少年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按個讚 或者是分享 給你的朋友知道 讓大家今年夏天好好的涼一下 拜託 其實我覺得蠻有效的 我現在我有點 打從胃部裡面的涼 我有胃寡 胃寒的感覺 我們先等我們的體溫恢復 如果它是路邊的不合葉呢 在栽的時候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請你稍微丈量一下 一般的狗 台腿釀釀釀釀釀的地方 是很危險的 薄餾葉非常好種植 所以你只要一般放在家陽台 都可以自己種 好 CAD就是Creators in Taiwan 是為新媒體創造者 所打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 你只要下載HoneyVideos AV訂閱CAD 就可以提早兩個禮拜 看到我們的全新影片囉 貓子